講到熱刺對李斯特城 首先這場賽事未打之前 我們看回英超積分榜 就會發現熱刺領先第四位的曼聯有六分 接著我們再看回賽程 其實星期三的時候熱刺需要打歐聯隊多蒙特 接著我們再看今場對李成的正選陣容 其實發現是精銳進出 也就是說驚爾表示了普設天爐的想法 就是熱刺現階段驚爾將歐聯作為次要 現階段他們是要全力打英超 盡可能保住第三 安安存存 就拿回來季的歐聯席位留一些球星在這裏 不過今天就算驚爾精銳進出都好 熱刺都只能夠出到三個進攻 就是艾力神、敏大仁、路蘭迪 怎樣都要留一個盧卡斯摩拉做後備 這樣才合理一些 否則沒有進攻 怎樣做後備 就沒有人可以換的了 雖然構成了4-3-1-2天然老鼠拉圭結構 不過都很幸運 就是今天的里斯特城都很進攻型 所以熱刺不需要經常面對密集可以有時打反擊 或者來回高速球 雖然路蘭迪會拖慢了一點熱刺的快攻 熱刺這個倒三角形的組合 剩下三個球員都有整體意識配合得不錯 都不是說很敗露到這個速度的弱點 而且雖然這個里斯特城的進攻點 平均速度是快過熱刺少少 但這個亞爾及利亞的基素爾 似乎還未找到自己的角色 而這個班尼斯也可能是太過年輕了 把握不到今天的機會 尤其是65分鐘那次 超級偶發性 黃金機會 就簡直在禁區裏邊 這個班尼斯空空如也 都把握不到 都把握不到 都認真浪費了 年輕人 而嘉雷這個類型 就不太像可以打正中鋒 所以李成和這個熱刺打 來回高速球 其實雖然是贏到少少活力 但合作性是輸了的 也就是說其實李成 輪換的幅度 今天還比熱刺大 去到32分鐘 有輕微優勢的熱刺 打快攻入禁區 搏倒角球 熱刺就是靠這個角球去領先的意 防守兩邊還出球 一向都是今季李成一城的弱點 來的球 去到下半場 領先的熱刺 就多了打 搏手反擊 這裏早段來說 是繼續用4-3-1-2 去收縮防守區域 這樣做的話 就好過之前幾場賽事的3-4-3 4-3-2 多3-4-3一個防守中場 可以包住 禁區頂左中右 進行寬度防守 就不會出現 就是3-4-3的死守陷阱問題 不過又可惜 熱刺始終是4-3-1-2 當他們控球在腳的時候 始終不夠進攻點去利用 就是前場的球場闊度 後場的球員 就少了向前交球的目標 去到58分鐘 就要強行向中間交 失敗了 被李成打反擊 還要被李成打反擊之餘 撥到12碼 不過又幸運 李成就被後備入替連波都未碰過的華底 一進來就立即射12碼 應該是未夠熱身 射門角度不好 被羅列斯救到 這球當然是絕對關鍵的 入了就1-1 不入就熱刺領先 熱刺大難不死 之後就蘇醒了 他們就知道4-3-1-2 控球在腳很難拉邊拆上去 所以就叫這個 是絲素高 多些進攻的時候 插進去右邊做第4個進攻點 多些利用球場的闊度 其實絲素高在熱刺 就好像巴塞那裡的尖頭仔 維達爾那樣 是可以有時候 令到球隊變成4-2-3-1 這樣做 亦都更加容易可以做到入禁區頂的位置 結果連續幾分鐘的攻勢裡邊 熱刺都成功入到對方禁區裡頭 是要解圍 放大了解圍的失誤機會 這次這個是列卡道 解圍省中壓迫的熱刺球員 熱刺立即搶回二次進攻機會 而艾力神就立即軟射 拉開到紀錄的2-0 整件事就好像李斯亞成 不小心喚醒了沉睡中的巨人熱刺 一個十二碼不入 熱刺這個巨人就醒覺了 但是巨人醒覺了之後 竟然又自找麻煩 這場賽事都很豐迴路轉 挺好笑的 這個普洛添露竟然又帶走中場中 加多一個引來後防線 變回343 再用343的三中堅結構 去收縮防守區域 我之前都稱讚過 就是4312比343更能夠 適合收縮防守區域 但是現在轉了343 就立即輸回一球 立即三中堅 立即輸回一球 那就是給這個 人家是有空間去 組織到清脆利落的必入球 首先少了個中場中 做不到寬度防守 保護不完就禁區頂左中油 對方當然更加容易可以 猜到25萬的區域 搞到熱刺越縮越後 但是依然這個 是有空間給理成的 尤其是兩邊的位置 佔今次一個撞場 就在右邊的位置一撞 入了禁區的底線那裡 地波全中必入球所產生入球 那你看一下 加多個後防 球員落去後防線那裡 加多個中堅都好 一樣那麼容易 也不是說一樣那麼容易 更加容易 讓人家入到球 更加容易輸球 完美解釋了什麼 叫做343死守陷阱 一轉343就即死 做一次就揭示了三中堅 這個結構在現代足球裡 是很多盲點的 普雪天奴的三中堅結構 已經是已成定局了 回不了頭了 所以他唯有再搞一搞 就是增加防守中場 用雲野馬取代 這個就是路蘭迪 變成352 放棄反擊 放棄控球權 放棄休息時間 去嘗試解決死守陷阱的問題 那餘下下來的15分鐘 就唯有靠球員 出賣飲力去搏 撐住他 但其實一樣很危險的 因為352有另一個問題 叫做九手必失 沒有反擊九手必失 其實如果教練這次什麼都不做 繼續保持著 就是4312或4231之間 熱刺又可以收縮防守區域 又可以控球在腳 就不用好刺耳 要不就死守陷阱 要不就九手必失 所以總結這次的賽事 其實熱刺是有運氣的 首先就撞正里城的輪換 把握不到機會 跟著熱刺自找麻煩 但都可以捱到最後撞到里城 有前沒有後去到89分鐘 里城所有後防球員 過了半場 這樣的話 就不會再有越位這個問題 結果敏大人偷到雞 過了後防球員 但未過半場沒有越位 都可以自己一個人單刀搞定 能夠90分鐘拉回3比1 不過熱刺這三分 當然驚濤蟹浪 如果給我做教練 我當然就會選擇 控球在腳 控制我比賽節奏 浪費時間 哪怕只不過贏2比1 不過簡單單單 安安全全都總好過 就是選擇今天的驚濤蟹浪 3比1 好啦 如果大家不想小弟驚濤蟹浪 就希望大家可以幫小弟按下廣告 最近的兄弟就說 剛剛假期完 前面沒有空 希望大家得空 大家可以多點點點點 點廣告 這樣才可以令到小弟 有少許收入 尊嚴賓 進去生活下去 繼續堅持 每天免費為大家出片 記得就按廣告 全部翻都廣告 全部出來才能幫忙 還有訂閱賣 按鈕 方便接收小弟的新片通知 手機那裏的朋友 記得是電影的下面 有固定的廣告字眼地方 而廣告兩個字會有黃色highlight 記得要按下去彈廣告視窗出來才能幫到手 另外電腦那裡記得要關掉檔廣告程式 才發現電腦片裡面有 banner 廣告 片的後面也有很多廣告 記得要按下去彈廣告視窗出來才能幫到手 無論手機還是電腦都好 YouTube都會時不時 片的最前或者最右插入廣告片 大家除了播出廣告片之外 記得在廣告片裏找廣告link 例如電腦的話廣告link會在廣告片的左下角 而手機的話廣告link會在廣告片右上角 我們繼續明天再見 記得看歐聯 拜拜